Hello 大家好 我是美莉 昨天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 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最开始的原因就是 火哥不吃我做的饭 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了啥 后面的时候 我回去看到他们几个都不在那里 然后我就感觉到特别的孤独 之前一些原因 但是这个事情肯定是美莉不对 后面后果挺严重的 火哥生气了 毕竟我们刚刚组队才在一起三天 也不知道性格也没有融合过 也没有相处过 以前是因为那时候109的时候 我觉得别人不理我 我觉得挺不足的 那时候我至少还有姜哥 后面的话跟酷哥组队的时候 酷哥在网上说一切都听我的 然后说的可好了 但是见面了以后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而且他不是帮我 他也不是需要我 他只是想帮方琴 在飞哥那里弄点流量 在我这里弄点人气而已 后面就让我去河南 我就觉得网上跟现实是有差别的 然后火哥这边的话 之前也知道连线啊什么的 对美莉特别热情 过来以后可能就是中间插了错母 然后对错母特别的照顾 嗯 错母呢一个女孩子 然后真的是她自己过来找她的 然后火哥答应她父母照顾她 然后错母本来年纪小 她也谁也不认识 只有年的火哥 嗯 不是我吃醋了吗 我是觉得 刚刚成立的团队 我当的军长 然后有种被孤立的感觉 因为毕竟他们三个认识嘛 我谁都不认识 我是最后一个接触他们的 因为要帮她做账号做直播 就帮她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拍了很多视频 嗯没有帮我拍 然后我就就是觉得有点尴尬 又觉得他们不需要我 需要的是错母 其实呢我也不是全部为这个 我是觉得 嗯这样炒了一下 大家可能认为美丽之处了 然后嗯 错母会跟火哥保持一点距离 这样的话我们团队比较容易相处下去 毕竟小汤应该是喜欢错母的 错母黏着火哥小汤也不开心 哎呀我也觉得尴尬 所以为了这个团队 我这个生气了 但是火哥啊我要说他抗压能力不行 这个别人一说他 我美丽的老铁一说他他就把群解散了 说视频要停根 说再惹他的话要把账号注销 美丽这一路来受了好多打击 这点承受力还是有的 啊还有其他的误会都解开了啊 错母是不会做饭的 火哥也不如动手做饭的 就小汤小汤的话做饭全是小米辣 而且饭很多 我嗓子还有我直播是吃不了辣 所以我主动说来做饭 再说我刚过来的话 别人以前都说我不会做饭 所以我表现两顿饭 但是他们对我做饭有点意见 就是觉得我很霸道 其实不是啊 我觉得就是我想为团队承担一些东西嘛 那天可能我晚上在直播 在做饭的话有点耽误了 菜哥的话有点低血糖 然后那天火哥生气就是因为我做饭太慢了 毕竟我们只有一个炉头嘛 然后要煮那个海鲜还有蒸饭 那个饭的话火哥的那个行军那个水壶啊 上下左右都要烤才把那个饭做出来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每一口米饭都没有吃 因为那个水壶我们是吃不了 我们是五个人的 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五个人根本就不够吃 然后就够两三个人吃 所以每天我都没有吃过饭 让他们吃 火哥说我做饭太慢了 低血糖以后不要我做饭 嗯好 以后做饭这事情我尽量不参与 但是我也希望那个不要放太多辣椒 毕竟我也吃不了 其实我就是做了吃力不太好的 我这个带着节奏 我希望小唐他们关系也相处不差一点 毕竟小唐也挺喜欢触目的 我跟火哥就是搭档啊 就是一起来组个队 这些什么的 没有什么乱想吃不吃出 可能大家又带节奏了 说美丽的暴脾气 什么都想干 什么做不好 什么说错话 就是只要知道美丽是善良的就好了 我们小妹妹肯定要照顾她 会叫她做饭 会叫她做饭 也会叫她做牛娘 不用围着我转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玩的挺开心的 我不应该生气 其实有时候情绪不好 大家也能理解一下 毕竟你们都知道 那女人那两天来了 肯定是心情不好 是不是 我那个要来了 然后可能我对着直播间哭了 我一直走着我的老铁 然后比较心疼美丽 所以说了几句重话 希望火加俱意 火哥不要生气 不要介意 美丽再跟你道歉了 这次我是真的道歉了 因为火哥生气的样子太可怕了 我希望火哥天天开心 不要生气了 所以我尽量以后 做事的时候给他通知一下 免得惹出事情后果不太好处理 谢谢大家关注 一定要支持我们美丽火哥团 美丽是善良的 我们团队也是热闹开心的 我希望大家团结一下 理解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小团队真的不容易 我不想刚刚煮对我就解散 感谢家人们